在我十年前在做的时候 马来夏天就没有人根本就不流行 就是很少有听过 然后很多人看到那些针就觉得 哇 这么多痛不痛啊 你敢说我敢博 欢迎大家收看 彬彬有你新年特辈 我是YouTuber郑彬彬 大家好 我是明星医师陆文忠 今天呢 我邀请访问的这位呢 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明星医师 他插过无数明星的脸 你千万千万不要这样讲啊 我是明绯闻的啊 我并没有 真的 我第一次认识他就是因为 我看到他插了某位香港明星的脸 他就把他的这个满脸真恐的那个 那个还上过苹果日报 是 然后我就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跟他认识 我居然是他的学长 还是同一个高中毕业的 他到我了两圈吧 两个生肖 你可以不要这样吗 大家平平理 你觉得我会带他两圈 他带了我两圈 可是他的皮肤比我年轻 这是很可怕的 因为一提到中医师 大家的这个概念一定就是 白发苍苍 或者是年过半半 其实冰彦我跟你说 虽然我快到50岁了 其实我之前有想过 就是留个胡子啊 或是搬比较老的样子 可是后来我觉得算了还不如这样 勇敢做自己的样子 可是我觉得这样才是你的特色啊 因为外面的那些中医师都是老扣扣的 就只有你一个虽然年纪已经老扣扣 但是 对 你可以不要一直强调我的年纪 鲜嫩 谢谢 好回到今天的重点 加泽彬彬由你拿一向来呢 都是访问各界的专才人才 所以我就想问一下 其实你口才那么好 为什么你会学中医啊 其实说真的耶 一开始我本来是 已经是申请到新加坡的那个 大宗传播 其实我本来要做的东西是跟你一样的 就是跟我一样吗 对啊 只是当年没有YouTuber而已 不是 因为当年父亲不允许 因为我们家里是医药试驾 所以就被递去 你家里已经是医药试驾了 对啊 所以你爸爸妈妈哪里带医药试驾 对就是这样 哦你算是继承 也不是我是贝比的 真的我是贝比的 相信我是贝比的 然后后来去澳洲念西医 可是那时候又遇到经济风暴 然后家里就接济不上 后来我就只有到中国大陆去 也是把我的西医学位念完 在复旦大学 然后后来我又遇到了 我的针究的中医的老师 后来就顺便就是 一起把中医一起在中国大陆那边 完成学业 然后回来的时候 因为我的马来文其实蛮烂的 所以就我也没有办法去医院做实习 所以的话我就一直做中医 做了20年 这样子你学的中医 是在学校学的 还是拜师学医 学校也有学 然后老师在学校之外 特地教我 其实要跟你讲一件事情 如果各个要学中医的人 请记得这句话 在学校学的是理论 老师在外面亲自收图教你的才是本领 为什么老师在学校就只要半招 因为他们只是打一份工啊 就是教你就好 除非他真的很喜欢你很欣赏你的话 他才会在真实的一个生活里面 所以他是 你是唯一一个 就是课堂外 对 我是他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对 就是针灸美容它的原理是什么 它其实算是整容的一种 对 它是自然疗法 OK 很流行这个 是的 因为在我十年前在做的时候 马来西亚针灸美容根本就是不流行 就是很少有听过 然后很多人看到那些针 就觉得哇 这么多痛不痛啊 其实在现在来 大家都发现 其实在市面上很多针灸美容 可是我可以跟大家讲 我是没有收过土地的 那一般上呢 针灸美容的话 他们就是说 血液循环啊 抗咒啊 提拉等等 可是事实上呢 我的针灸美容的原理 是我老师 因为以前我们把针灸美容 是拿来治疗中风 我们发现呢 就是脸歪掉 或者是脸歪斜 有皱纹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在治疗中风的过程中 发现那个病人的那个脸 可以调整他的脸 对非常的漂亮 我还记得我老师 跟我治疗一个 大概六十多岁的一个大叔 一个安哥 就治疗完以后 他脸上的皱纹一条都没有 哇 而且整个脸型变得好像四十多岁这样 对 所以从那个时候 我还记得我的老师跟我讲 小洛 以后啊 你这个针灸啊 你可以把它变成美容的 哦 对 所以真正把这个针灸 就美容化的是你 对 那时候师傅还是 可是技术是老师的传承 哦 老师的技术 对 另外我写了大概 路易斯祖传养生帖 就是那个拿来救人的 那个给秘方的网站 哦 其实我已经经营了大概六 呃 大概第七年了 要迈入第八年了 你的祖神 祖传养生帖 祖传 祖传养生帖 是你自己的这个药方 还是你是参照古代的这个 其实我的母亲还有老师 其实他们给了我很多的一些古代的一些书 所以我跟他们讲过 我终于有一天要把这些书整理成册 然后重新把它用 整个现代的 对 把它转变成 因为我自己也有西医的底 所以我会用比较现代的西医的一个方式 把这些东西整理成册 然后把它重新的再呈现到世人的面前 最重要的是不可以让这些东西失传 不然我的老师跟我的母亲会 杀我 好 这样我又要问你呢 因为你同时有读这个西医跟中医 是的 其实你自己是怎么评论这两个 哪一个是中医的强项 哪一个是西医的强项 就是如果是急性病的时候 严重病的时候 请你看西医 因为西医的处理方法 SOP非常的快 嗯 它的效果来得很快 对 它可以快速诊断 拯救你在危难之间 可是呢 如果是慢性病 比如说高血压 糖尿病 中风 这个时候就请你找中医 因为以调理的方式呢 中医呢 是比较安全 持久 而且有效 而且比较少副作用的 我觉得最后还是要问一下 因为现在这个武汉的肺炎 这个新型的冠状病毒 是 闹得人心惶惶 这样子 站在这个中医的这个角度 其实有没有一些方法可以避免 或者是预防 其实我在我的路易斯主传长身体里面 有提供了几个方子 等一下我都会交给冰宴 然后冰宴可以把它提出来 可是 我在这里呢 特别给冰宴几个 特别的一些 我没有提过的方子 还有特别的 当然有啊 哇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中国 在端午节的时候 我们除了吃粽子 喝熊黄酒之外 我们会在家家户户的门口挂什么 不知道 艾草 艾草呢 其实是中国古代 从两三千年前以来 就拿来防止瘟疫 驱逐毒虫很好的东西 那如果说你能够买到艾草 在家里呢 拿来熏 其实呢 在艾草在遍布空气的情况之下呢 它可以把这些病毒啊 这些疫病呢 可以消除的 嗯 对 艾草是一个自古以来 驱逐瘟疫很好的一个东西 好 这样子呢我就希望呢 在这个新年里面呢 大家就能够 开开心心 健健康康 平安的度过这个鼠年 勤洗手 戴口罩 少去人多的地方 是 只要做到这个以上的三点呢 再加上这个 路医师的这个药方呢 我相信就是 先讲啊 这些药方是仅供参考 如果您真的是 怀疑自己有 对对对 对 你有症状的话 请赶快去就医 所以如果说呢 你真的是如果是想要中医的一些辅助的话 你可以使用我的这些药方 他可以有效地达到预防 不过治疗方面的话呢 我觉得 大家还是要到医院去确诊 是 今天就非常开心的 能够约到这个非常知名 非常难约的明星医师 是 因为呢 他真的是帮助了太多太多的人 他非常无私地分享他的这个祖传 养生贴 对 而且我从他眼睛可以感受到 他是正宗中医的那种 对对对 从他的眼神 从他的态度呢 可以感觉到非常地真诚想要帮助别人 那我希望呢 我也把我这里的 这里的小粉丝呢 也祝他一笔之力 让更多的年轻人认识到这么有为的 那我也非常欢迎大家粉丝来入粉哦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 或者是如果大家有关于这一次肺炎 大家不清楚的地方 也希望大家能够来信去问兵宴 那如果我 如果我能在能力范围之内呢 我会为大家解答 就是关于西医或者是中医的问题 还有就是说 网上呢 其实有很多不明来源的一些谣传呢 希望大家就真的是不要去 没有查明的时候就去把它分享 因为这会造成我们的疫情防治的一个延误 好那最后呢 你来呼吁大家关注你的这个page OK 当然要先 请大家先点赞 彬彬有礼的这个channel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呢 请在facebook呢 输入陆文中医师阻传养生帖 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看到我历年以来呢 精选的各个疾病的一个秘方了 好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这个影片的话 就记得点赞分享以及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拜拜